这个粉红色写上正确的答案 那你做完这个题目之后 你就可以盖住 那你就可以 就是完全看不到底下字 你就可以帮自己做测验这样子 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 就是有那种自己考自己的概念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暑假真的过得很快 一下子又准备要开学了 我每次要在开学之前 一定都会去文具店补货一波 那所以最近呢 要做一系列的开学前准备影片 可以和八月底开学的朋友呢 一起准备开学 然后我自己这学期啊 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这学期要外宿啦 所以之后啊 也是有要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记录生活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我学生时期的超爱用文具啦 第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无印良品的乐记试本 那呢虽然无印良品它有些东西是真的没有到很便宜 但其实仔细找就会发现无印也有一些CP值非常高的商品 那像我手上的这一本 它就真的是超级的好用 像老师啊 有的时候讲的作业可能是下个月或是隔一段时间之后才要交 那像我今年是使用子弹笔记的格式 那它是要自己设计的嘛 所以可能是说老师四月再讲五月的作业的时候 我五月的格式还没有设计 那就不知道要把这个任务写在哪边 那这本它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它很薄 它真的是超级薄的一本 然后呢就是价钱也是非常的便宜 一本也可以用很久 因为它是月记式的嘛 每一个月都只需要用到一面 那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格子超级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一个格子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不管当天有多少考试或是多少作业都能够写的进去 那旁边也有一条空白的地方 这里有一条空白的地方 那让你在时间不够的时候啊 也可以先用铅笔 或者是要写当月的计划都可以用铅笔 就是或者是一般的自动笔 或是什么东西的线写在上面 那我觉得它非常的个人化 我觉得绝对是学生的用品之中 CP值最高的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无印的彩色笔 这个原本的价格是340 然后前阵子就是改了新价格 只要290 那我觉得它的CP值真的非常高 它是双头的 一个一支笔之中啊 就有两个颜色 它是这种双头的 那它总共是有10支 就是有20个颜色 但是我自己是有一支不见了 所以就少一支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每天上课的时候都会用 会用来画一些大重点啊 或是老师考前帮大家总复习的时候 我就会拿来画 可以跟平常的一般重点做一个分别 它的颜色真的是蛮多 而且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配色 再来下一个呢 是这个按记板还有按记笔 它们是一组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也非常实用 就是如果你有东西要背诵的话 就可以先用它的按记笔画出要背诵的部分 再用按记板盖着就可以使用啦 那我之前也有PO过那个SALASA 2 还有UNIBO1 它们都是有按记笔的功能 那可以再去看看那些影片 然后像这个按记板的部分啊 这边也给大家做一个范例 像是假设这一句话 就是你觉得你需要背诵它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颜色把它画起来 然后你在用这个擋住的时候 它就会完全看不到底下字 你就很方便背诵这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背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换这个 这个它是清掉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 多画几次 它就可以被清掉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然后这边啊 粉红色细的部分 这个是我比较早以前的解剖笔记 那这个我都是拿一般的笔 然后先在底下画线 然后用这个粉红色写上正确的答案 那你做完这个题目之后 你就可以盖住 那你就可以 就是完全看不到底下字 你就可以帮自己做测验这样子 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 就是有那种自己考自己的概念 接下来呢 是这个 这个是喵喵机 那这个啊 它是我暑假才购入的商品 这个我也是看别人推荐过很多次 然后暑假的时候我才真正把它购入 那用到现在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商品 像我自己啊 有的时候要搭配看生理或者是病理的图 像是这个 这个是热魔积水 然后它的课本上面就有一个这个图 然后我觉得这个图很不错 但是其实这种图要自己画也是需要一些时间 那用喵喵机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或者是像有的时候啊 考卷很多 一到大考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拿出来读 要么就是时间也没有那么够 然后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那用这个它就可以把错题印出来 平时你就可以先做好错题本 那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只看你自己错的题目就好了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自己做的错题本 是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你错的题目把它给印出来 考试就看这个就可以了 那不过它这个一台的价钱没有到很便宜 有办法印给大家看 那呢这个我觉得它虽然是消耗品也是没有那么便宜 但是它真的是蛮实用的 所以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呢下一个是这个点点胶 那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很常在做拼贴啊或是手帐 那常常就要贴东西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到独立文具店买 我平常使用的口红胶就是这个 KOKUYO的这个口红胶没有办法去购买 然后又觉得说为了这两条口红胶去网购 其实非常厚费包裁 再加上这个一条要一百多 所以想说也不能够这样子一条一条的一直用 那然后这款名字他妈的点点胶啊 是我去年还是前年买到现在 然后一次都没有用过 所以就想说不然就趁这个机会把它拿出来用 结果一试之后就发现真的非常方便 那这个东西啊也可以拿来黏 像是那个喵喵机打印出来的这种图 就可以很方便黏在课本上面 啊也不容易会有起皱啊 或者是像胶水那样子会使指张皱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接下来呢下一个是这个各种颜色的原子笔 像这个mark on的这个原子笔啊 应该大家非常常在我的IG看到我推荐这个 因为这个他真的非常好用 像我自己就是囤了非常多纸 像这边都是我最近就是用完的 他真的是用量非常快也非常的好用 写字起来也比平常的笔写起来都好看 而且重点是他可以只用荧光笔画过去都不会晕开 那这边的笔都是我最近比较常使用的笔 大致上就是Uniball One的这几个颜色 是我最近很常用的 还有这个沙拉沙附古墨 我最常用的就是这四个颜色 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当做那个上课使用的文具 接下来呢是这个这个是独角仙荧光笔 为什么它叫独角仙呢? 因为它的头是讲像这样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 很像独角仙的形状 它是这样子两边的 那像这个独角仙荧光笔啊 它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实用 这边示画给大家看 就像假设你觉得这一句话 就是老师上课的说话说它非常重要 你就可以用这个浅色的先画过一次 那如果老师说这一个字又特别重要 你就可以换边拿深色的画过去 那它就会有浅色跟深色的分别这样子 最后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标签贴 这个我也推荐给大家非常多次 因为这个就是我很常用的一个文具 那它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就是常常拿来做课粉啊 或者是那个笔记旁边这种分章结的部分 就可以非常方便 而且也可以用对应的颜色来找到想对应的单元 所以你在找这个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就非常方便 那也可以呢在最快的时间内就找到你想要的单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学生使用的一个 而且它这个一包就只有十几块钱了 你非常便宜 那你如果觉得它颜色太少的话 你也可以去网路上找这种 这种是颜色比较多木兰迪色的标签贴 那我觉得不管用什么颜色 我觉得它都是放在旁边真的是非常方便找到的这种 所以你表签